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之力又贪嗔之慢于你的心就不清净 就有够染 成够 所以会忍入的人被人尊重 心够怎么样慢慢慢慢的进化 慢慢的清净到都没有了 净无瑕慧 清净到没有瑕疵 没有染污 没有污慧 叫净无瑕慧 视为罪名 你的心够灭净 干净到没有瑕疵的 就像玉 那玉上面有 玉是石头嘛 对不对 硬度七度左右叫玉嘛 它上面有酒门 白玉一块上面有一条咖啡线的酒门 那就是瑕 那就是不清净了 就不圆满了 不完美了 对不对 所以净无瑕慧 既没有瑕疵 也没有染污 那就是最为 视为罪名了嘛 最为光明了嘛 黑暗去尽的缘故 黑暗都驱走驱散了 没有黑暗了 最为光明了 我希望你自己在这里多体会 当你的心忍辱 人前人后 夜深人静 你看自己都不造恶 人家在操你的车 给你甩尾了 还骂你一句三字经 赶快看 看你的心 你的心有没有恶念 你有没有忍辱 忍辱心无二年 打心里把他当作阿公一样 祝福你不要出车祸 而且你要赶快觉醒 你不要撞到别人 对不对 把自己 把他当作你爸爸一样 这如果我们老爸开车开车 你还没出车祸 所以你是不是这种人 你是久而久之必为人尊 然后怎么样 心垢灭尽 你到最后心里最 人家最看不到 这个角落最脏 最有缺点的那个地方 都慢慢的尽无辖会 这样你就是心 就是整个的光明了 视为罪名 黑暗去尽 未有天地 待于今日 释放所有 无有不见 无有不知 无有不闻 得一切之可为民意 我就跟同修讲 你如果能够保持这种状态 把它延长 我常常会讲什么 后面有领域 对不对 我就说保持你的清净心 保持你的慈悲心 保持你的忍辱心 保持你的菩提心 把它延长 不要有谐念 要保持正知正念 这个光明性 把它延长 延长下去了 用神圣谷延长 用持咒 念佛号 观想 发愿 来把它延长 下去了 我就跟你讲 后面有领域 对不对 这里就跟你讲 你到这样 慢慢慢慢 进入侠会 视为罪名 未有天地 还没有天地 天地都还没有形成之前 待于今天 到今天为止 久远没有天地 到今天 十方所有 无有不见 十方世界 一切的山河 这个宇宙 星球 众生 你没有看不到的 你没有 无有不见 你没有不了解 无有不知 你没有不知道的 包括他们的心里的想法 他们的文化 把他们的罪福音源 你无有无不见 无有不知 无有不闻 你没有听 你没有听不到的 得一切智 可谓明以 圆满一切智慧 你说这样明不明了 这就是大明 可谓明以 真正的明白明了了 到这里为止 这叫什么 真智慧 尽地会 宣线出来 所以 我们学佛修行的人 这个人在修忍辱 就看起来很弱势 是不是很闹肿 你不知道他才是一个大忍耐 大忍耐 大能量的人 因为要把这个怒气 发作出来 骂回去 打回去 报复回去 其实这是很容易的 对不对 你能够忍得住 安忍不动 不怀恶心 这个力量就很大 这就不是普通人了 所以叫忍辱夺利 不怀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